各位罵迷朋友好,又是我Candy,Layman 跟大家研究10月28日第8場賽事 這場三班千二米 各位未看片之前,可以按一下鼓勵一下Layman 真心支持Layman,繼續為大家提供賽馬資訊 有廣告的話,就花給各位罵迷朋友 十幾二十秒按進去的廣告,去了解一下 就已經是對小弟的實質支持了 Layman也需要大家用一些行動去支持 繼續為大家提供賽馬資訊 先多謝各位,希望各位明晚都可以有好成績 近來的成績,幸運之神走了一次之後 連環緊頸四 上次也算過了一些關,中四重彩 想和大家說第8場 這場馬Layman讀了下去之後 跑馬真的要跑形勢 這場馬,我自己寫了六隻馬 六隻我覺得都不是很穩陣 為什麼呢? 因為讀了下去,我覺得今天這場馬 真是在前面走的馬 有可能只有一隻金鷹奧牆 如果是這樣,當然是很簡單 但是他又撿了十一檔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究竟他會不會被人頂他呢? 如果他撿過內檔,就好處理很多 沒有馬走,最好是這樣 他還要打黃牌上陣 轉了馬房三次都是近的 第一次被人阻擋,接著入PACE 上次我就不幸運了 順爾寶搭他過關,他跑過緊頸四 今天可能只有他一隻走 或者順爾寶前一場可以走早一點 其他的馬都是守著位置 他守著,咬住步速追的馬比較多 先說兩隻未跑過的馬 古浪順鋒未跑過 法國騎斯彭角蓮,十二檔 八月十三至二十六號 停過功夫 只是試了小閘 沒有試大閘 他也是屬於守著追的馬 有魏君子7月15日大量血 休到9月9才復貨 試了一貨閘 那貨閘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始終是傷了流血之後初出 上季那場快步速那場 就好像同樂日那場 他肯在直路上衝上來 連那隻先李奇雨都過了 上班之後就跑到有血了 今天就是季內初出 要爆進來都沒辦法 有太多實力馬要選擇 兼顧不了這些 再說的是 上次我覺得跑得好 就被人問話的順爾寶 我選了他 我自己也投注他 但如果是金英傲場 就跑過第四 就過不了關了 天地人也是那一場馬 天地人又贏了 加上加了7磅 不如看回那條片再說吧 這隻天地人轉了呂建威 第一次沒有換配備 上次換過配備 孔一聲就過了 今天加了他7磅 當位由4當 轉了8當 這次是潘明輝 上次那天就是有 人和嘉盛 天地人 人和嘉盛 金英傲場 順爾寶 大家看看順爾寶 前一場我說他跑得很好 但是他在3-4位 回來就斷了 另外那隻發財寶就贏了 發財寶再出都可以 今天上一場 不知道為什麼他被人問話 退了在後面跑 今天沒有換人 看看他怎麼跑 他要S走位 這個 當日金英傲場 撿過這樣的檔 放出來也很合理 其實第一段他23秒8是慢的 第二段開始就快了 回到來 那天地人就在這裏 那隻順爾寶還在這裏 上一場在沙田 守住在3-4位 不知道尺寸想怎樣拿裂 這裏還移了下去 雷門被哥洞都沒有肉 退了到這裏 你看看這隻順爾寶 要在這裏又放進去 這裏又放進去 打斜走 打斜走了,再要塞進去,再衝過,天地人在這裏大大步衝得很直的 那隻金英傲牆其實也有衝的,不過就不夠其他馬衝,回到尼醉拉末就力藥 他也有衝,但因為前面用了力 今天看這幾場馬,其實第一段23秒8是比較慢的 但兩段來說他也不是慢,46秒1 他兩段,即是金英傲牆,46秒0,46秒1,46秒1,兩段來說不是慢 但他第一段23秒8是慢的,第二段是快的 今天他撿了個十一檔,若然他再對快一點,第二段可不可以咬得住那個步速呢 就有個疑慮在這裏,但他就減了周俊樂的十磅 即是一拉一紋,希望他能跑得到 再看一場,就說這一隻這樣的... 起勝驅要看的,這隻馬就... 他第一段是23秒3,剛才那一段金英傲牆是23秒8,22秒3 其實他拉雲都是46秒1,但用那段力不同 金英傲牆這一段是慢過這裏五線的,第二段是快三四線 但起勝驅呢,對著風雨區再出都可以 天地人再出就贏,馬功臣上的沙田都很近 其實這場馬對手只有四五隻 就是天地人,為港斌流,風雨區,起勝驅 那一場都中了幾名 天地人剛剛剪了馬功臣的四重彩 因為馬功臣就... 最最後大家看看他怎麼騎 變成這隻起勝驅呢,其實他一出來已經咬住個好位 今天希望他也能做得到 即是他前面第一段不是慢 因為他早已咬得到的,風雨區那些就放了 死都要放的 這隻馬 今天若然金英傲牆前面放得快的話 這隻起勝驅都是守住這些位置 回來擠一段 其實他都收江贏馬的 但這場馬的對手其實只有四五隻 這隻馬功臣 遠比今天這一場的對手 是... 沒有那麼多的 今天明顯是多了些對手 是... 他一搭順了,其實也咬得多厲害 這裡也已經收江了 說選馬,就不要太長了 選馬方面,這一場馬我就不選擇膽 因為我覺得實力挺平均的 因為希望順義寶可以咬回3,4位,2,3位跑 變成金英傲場可能在前面 順義寶,起勝區,天地人 還有一隻電訊奇峰,上次都很接近 這些可能都是守著4,5位 究竟會不會折迫一堆拘捕,很難說 先說了人馬合拍的馬 順義寶轉倉,上次被人問話 不知為何退了下去,如果不是頭馬是他的 順義寶合拍,起勝區合拍,天地人合拍 這三隻我都要的 為什麼呢?人馬合拍,換了配備又穩定演出的 又順義寶上場一換,這兩場都跑得好 第一場跑第八其實是輸步速的 換了配備,人馬合拍也穩固的 起勝區換了配備,人馬合拍也穩固的 其實金鷹奧場照計,你一定要把他放進去 除非你說,我覺得他今天十一檔 上次第一段是這麼慢 如果放快感又怎樣呢? 會有疑問,但周進樂又減10磅 我覺得在四連環四重彩,我會把他放進去 如果要拼多一隻馬,我現在選了六號的起勝區 今天的檔位是差一點 二號的順義寶 和九號的天地人 天地人的檔位又是差了 這三隻我就愛了 再拼多一隻,我就拼這隻疾風徑草 這隻疾風徑草其實上場沒段22秒多 但這隻疾風徑草是很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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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疾風徑草是很合理的 但這隻疾風徑草是很合理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疾風徑草是四連環四重彩 我才會把他收拾下去 至於我自己覺得,有些朋友說 我認為有機會的疾風徑草 我自己拼了六隻疾風和七隻疾風 有六號、二號、九號、四號、七號、十一號 一號,今天就落班 用潘頓 我覺得這隻疾風徑草,我早上兩場 我個人都有投注這隻疾風 因為我覺得這隻疾風徑草是有迴旋的地方 但我覺得這疾風的這疾風 我認為這疾風的沒有太快的步速 可能會沒有太快的步速 不一定適合這疾風的跑法 就是他一出雜在後方 若然前面扯得不快,對他來說,就未必是這麼好 還有健康有疑慮的大師級 上季跑了一場,心率不正之後,兩場都跑得很差 要爆進來都沒辦法 我選了6號的喜勝區 2號的順二寶 9號的天地人 1號,4號,7號,11號 這四個,我真的很難選擇 四個都各有優點 金鷹奧場,我就是說 今天11檔,萬一被人插一插他 就怕他第一段用快回來 捱那幾步,可能會有疑問 電訊奇風,那場追上來是有些賺快捕捉的 但這些是側身馬,可能會進步 接著呢,就 7-4,7-11 對,1號,我覺得今天未必有快捕捉 可能他一出閘都是在後面的 他都是追一段近的 那我就寧願選一隻,4號的疾風勁草 那這隻馬就希望他守住好位 回來捱一段 上場我看回他的片 22秒多追不到 其實都不是很奇怪一件事 那若然今天那個末段 不是22秒多的,開23秒左右 他都是有資格近的 4和7那裡真的比較難選擇 那我就選了一隻4 那我就選了6號的喜勝區 2號的順義堡 9號的天地人 和4號的疾風勁草 就是我個人心水 希望各位贏多一點 我支持阿Layman,拜拜